金融 足球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 除了主流的十一人之外 五人亦越來越多人玩 在世界各地也越來越普及 五人足球即是富素 其實是西班牙語 意思即是室內足球 五人足球起源自南美洲 在1989年 正式成為國際足協旗下的項目 童年也舉辦了 第一屆室內五人足球世界盃 1992年 香港成為第二屆 五人足球世界盃的主辦方 而且曾經在分組賽 贏得一場勝仗 中國香港五人足球代表隊 除了以東道主身分 參與過一屆世界盃之外 也參加過五屆亞洲盃 青年梯隊方面 男子也有20歲以下 18歲以下 16歲以下 以及14歲以下合共四支梯隊 另外,香港也有 女子五人足球代表隊 以及女子青年梯隊 康民署為進一步推廣奧運會及青年奧運會 引入城市運動項目 並且鼓勵市民多點參與一系列的 城市運動項目活動 當中亦包括五人足球 而現時香港亦有大大小小的 五人足球比賽 包括 五人足球聯賽 全港運動會五人足球賽 以及香港五人足球賽等等 都是本港關注度相當高的 五人足球比賽 在青年推廣方面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 有五人足球地域培訓計劃 令來自不同區域的青少年 有機會參與正式培訓和比賽 而學校推廣方面 五人足球杯學校組設有大專院校 中小學以及女子組賽事 另外 亦有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令青少年有更多機會接觸五人足球 除了參與球員層面的推廣 竹總亦有培訓五人足球教練的 導師本地課程 亞洲足協的五人足球教練課程 以確保教練的專業性去培訓球員 另外竹總亦有舉辦五人足球裁判工作坊 令香港各大五人足球比賽有足夠的裁判員 除了工作人員方面培訓之外 場地亦是相當重要的配套 政府在2021年推行提升足球場設施五年計劃 增加符合國際標準大小的五人足球場 其實香港有很多適合發展五人足球的場地 因為場地要求比11人小很多 而且還是室內 很多學校的禮堂都有這樣的配置 五人足球球場的國際標準長度 是38至42米 闊20至25米 對比11人足球賽事 五人足球的龍門和用球亦比較小 而且五人專用足球彈性低 踢起來 和11人足球用的五號球截然不同 規則方面 五人足球比賽可以無限次換人 上下半場角20分鐘 採用停錶制 另外 街外球球員會用腳開出 而守門員就會用手開龍門球 所以在規則的層面上 可以看到五人和11人足球都有些分別 下集我們會詳細介紹一下 五人足球有甚麼特色 還有我們會示範一下 五人足球的技術和訓練 我們下集見